HELLO 大家都進來了嗎? 來,我先說明一下剛剛我們的狀態是怎樣 有人來了嗎?沒有沒關係 反正等一下你們自己再慢慢看 剛剛我做了一個餅乾麵團在這裡 然後我用打蛋盆這樣子 那因為我希望餅乾會變得圓圓的 那我如果沒有圓圓的東西我要怎麼辦呢? 就是我利用這個定型膜 然後我們今天的這個定型膜呢 是來看一下 今天介紹這個餅乾用的定型膜 內餡用的定型膜這個是比較小一點點的 這個比較小一點點 那稍後一下 然後我們之前介紹蛋糕捲的是像這樣子的 看得到嗎?來看一下 這個是餅乾用比較小或者是內餡 或者是做那種布丁果凍之類的 這個是比較大 有沒有看到?這個是直徑8公分這個是5公分的 然後呢 你看這樣子 那我今天要做餅乾 因為不要那麼大片 所以我就用這個小的 這個也可以做餅乾 可是它就會變得很大 好 那基本上這個是半圓形的對不對? 我們要怎麼把它弄成是圓滾滾的 好 同時我就介紹一下這個 你看 長方形四角的定型膜 好 那這個定型膜介紹 基本上我們現在我們現在有三款 這個配置有三款 小的 圓 大的圓 還有 這個四角形的 好 那我們怎麼樣利用這個餅乾的這個定型膜 然後把這個麵糰搓得圓圓呢 跟它 一樣齁 這個跟做蛋糕捲的意思是一樣 就是說 當我在填餡料的時候 我一定是這樣刮平 看到嗎? 我一定是這樣把它刮平 對不對? 我把麵糰都塞進去 然後基本上面糰的量就是 呃 沒有一定限多少 你要一半 就是 甜品也可以 然後超過 超過這個膜的高度也都可以 好 超過這個膜的高度也都可以 因為反正等一下 我就會想辦法把它搓到圓滾滾的 好 那怎麼搓圓滾滾 你會想說 這個是半圓形對不對? 看到了嗎? 這個是半圓形的 這個是半圓形的 目前四個人 好 這個是半圓形 我怎麼把它變成圓的齁 那 我先把我的秤拿開 我放在我的桌面上 我怎麼變成圓的齁 其實這個動作很重要 就是包含你們在做蛋糕捲的時候也是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已經有買這個 定型模在做蛋糕捲 那你會想說 我如果是 痾 這樣一整片 就像我現在這個樣子 我上面是平的 我已經填好蛋糕捲 蛋糕捲內餡之後平的 那如果我只是這樣子壓直 好 這樣子捏緊 你看到我把它捏緊 你看這樣是不是就 還是半圓形 並沒有圓滾滾對不對 好 第一個步驟 請你先把它捏緊 就是高度捏得差不多 然後呢 高度捏得差不多之後呢 你就 像我這個是利用這個紙對不對 一樣蛋糕捲也是利用這個烘焙紙的部分 好 捏圓圓的 然後那中間有一點點高起來 就是你把它貼等起 之後呢 你可能類似哪一個刮板 或什麼一樣的平的東西 來看到了嗎 這樣子 我把這個紙 中間這兩個紙是捏起來的對不對 我把它往旁邊彎 利用這個 這個定型模的方式 這個造型往旁邊彎 然後呢 用這個刮板 把這個紙這樣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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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你們在鋪這個紙的時候 一定要大一點 大很多 然後這樣子你們仔細看 這樣子 其實它就有點圓弧狀 稍後我們把它冷凍起來之後呢 就是冰定型 就是放冷凍庫定型之後呢 它切片就會變成是 很圓滾滾的造型了 這樣子可以理解嗎 其實就只是這個動作而已 好 我們再講一次 就是剛剛我們這樣子 來 利用這個 這個是把它捏緊 對不對 捏緊這樣子 那捏緊上面你可能會覺得 還是不夠遠 不夠遠的時候呢 我們把這個紙捏住 往另外一側 往其中一側 這樣子拉 這個其實它這樣拉過來的時候 它就有塑形的作用 然後我們再用刮板 或是一個比較長的尺 把這邊壓進去 蛋糕捲也是一樣的做法 當你這樣壓進去 你會發現這邊已經是圓的 那你就不要再去壓它 OK OK 好 那就是這樣 然後等我們切好之後 再給大家看 其實切片每一個都會是很漂亮的 OK 拜拜 拜拜